大家好 我是温卡恩 也可以叫我Jessica 今年21岁 我是爱多美的销售大师 请大家多多指教 以前的Jessica 是一个超级内向的人 没有自信 不敢社交 跟不熟的人聊天就会很紧张 但是今天的我 竟然站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掌声吗 谢谢大家 从小我就被家庭 灌输一个观念 就是要好好读书 以后才能找一份好工作 所以我也很听话的读书 也在O-level 国际中学大考 IGCS一种考到7S 的好成绩 顺利考上大学 上大学后 我就感受到经济的压力了 那时候的我没有能力 去承担我的住宿费和生活费 所以我是向父母伸手拿钱的 但是我父母是离异了的 所以我跟爸爸拿 他就叫我找妈妈 我找妈妈 他就叫我找爸爸 真的是很头痛 因为钱的关系 也发生过很多争执 我也明白 他们生活的不容易 所以我就去打工兼职赚钱 我有做过火锅服务员 补习老师又叫等等 慢慢我开始厌倦打工的日子 因为工资低 工作时间长 没有自由 热富一热 好像一个机器人 每天重复重复 做着同样的东西 真的很无聊 我开始迷失自己 同时也陷入了焦虑的无底洞 我搞不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没有梦想 没有目标 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当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应该这样的时候 我的小Joe也是我爱多美的领导 他告诉我赚钱的逻辑 不是出卖时间和劳力 而是可以通过知识和能力 为别人提供价值去赚钱 我不想回到那个混混饿饿 每天浪费时间的日子 所以我打开心扉去了解爱多美 我出席中心活动一日研讨会成功学院 用心感受这里的氛围 我发现爱多美的制度真的是超级人性化 公司的社讯和文化都超有爱 不是从消费者或者经营者身上拿什么好处 而是栽培成就经营者 同时实现消费者的成功 我知道他出舒适圈很难 但是不改变生活会更难 所以在19岁我选择了爱多美当我的副业 我鼓起勇气去学习 学洗脸 学化妆 学产品知识 不断邀越做home party 克服内心恐惧走出去跟陌生人分享 一开始经营的时候真的听到非常多反对的声音 被看不起 被嘲讽 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问自己 放弃爱多美 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吗 如果不会 那有什么理由放弃 慢慢我累积到一群相信我的消费者和经营者 终于在去年成功晋级销售大师 也达标公司的Coreal Successful韩国考察团 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因为以前销售大师对我来讲 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但是我发现原来再遥远的目标 在热积院里的努力下也会变得触手可及 我要感谢我所有的贵人和领导们 尤其是我小舅和小舅母 他们在我17岁的时候就跟我分享爱多美 但是我听不进去 一直在应酬他们 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影响我 虽然我整天被他们骂 但是我的进步也很快 以前只会依赖上线 到后来慢慢克服恐惧 学会独立 还有我的男朋友 他也是我爱多美的并肩作战的伙伴 他也在去年20岁成功晋级 教授大师 我们不像普通的情侣 约会逛街看电影 而我们的日常就是分享爱多美 Home Party送货 话题也是围绕着怎样发展好爱多美 虽然很累 但是我们也收获了一起 一起奋斗的快乐 爱多美给到我的不仅仅是只有钱 而是从内到外的改变 形象能力思维等等 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 我收获到了一群同频的伙伴 积极向上了圈子和快乐的自己 最后我想说不要摆烂 摆烂没有未来 一定要用今天的努力 让明天没有遗憾 要在无人问津的角落 力念才能在万众瞩目的地方出现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可以给到所有跟我一样 曾经认为自己普通 不被看见的年轻人一些鼓励 成功取决于你有多想要 我们不一定要向阳而生 但是我们一定可以逆风翻盘 我是爱多美的销售大师 Jessic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爱家人们 下午好 我是 我是 Tina Pham Saya Orang Vietnam 我其实是 为孤儿 4岁我被领养 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 重男经理 我只能够读到初三毕业就出来工作 21岁的我 为了要盖房子给养母 就飘洋过海来到了马来西亚 三年在医生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任务 盖房子给养母后 我就应见了我的爱人 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做过江新娘 我以为结了婚 只要把家里和孩子照顾好 老公就能在外安心赚钱 但柴米油盐 谈钱上港行 我很想帮老公分担一些负担 我没背景 没学历 没人脉 也不会做生意 语言不同 又要带着两个孩子在身边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做了很多分工 就是为了那个 能填饱肚子三餐 能够带着两个小孩在身边 我没有梦想 我也没有要求 因为这想着赚钱 没有顾虑到健康 是睡不定时 所以我的健康出了很大的问题 胆结石 我现在割掉胆了 骨骼疏松 滴血压等等 影响到我的脚不可以走路 赚来的钱都不够看一声 人生走到了低谷 想太多人有一阵都走上找我 神经我想放过我自己的生命 这两个宝贝女儿给我动力 重新站坐起来 因为我最了解没有父母的感受 我不想让孩子也一样 但是痛苦背后就是礼物 雨天过后就是星天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一直保持我的心态 说好话做好事 果然老天也没有放弃过我 2022年 我遇到了我的贵人 他带我进入爱多美 了解爱多美 进来坐是有眼光的人 他让我能够重新认识了自己 不要看不起自己 他说每个人都会有性能 要有一个空背的心态来学习 要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观念 先投资脑袋口袋才会富有 在还没有能力影响别人之前 要先改变自己的形象 才能够吸引别人来 爱多美 给我们父亲俩找回健康 本来我的手脚麻痹不能动 医生说一定要动手术 但是我坚持喝喜摸心 我得到了血压循环 血压也更出改善 让我对产品很有信心 从而导致我开始努力学习 主席每个研讨会 每大币会 还学会网络陌生市场 想要把这些保障分享给更多的人 在马来西亚二十年了 我目前已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可以大声跟大家说一句 今天我是一名司机 坐我的车的库客 有机会我分享爱多美 我就不放过 天日见百人 在各种平台推广爱多美 主动联系领导人 2023年11月尾我完成我的SSM 因为平时做好准备 也有提早做规划 今年1月头我挑战SM 我也成功完成这个任务 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我领会到了 女人要有善养 内养 含养 秀养 在这边我听到董事讲有一句话 如果没有读到书 就来做爱多美我就感觉到 我是一个没有学历 可是我在爱多美平台 我找到方向找到我的价值 找对平台和方向 家庭才会有保障 能力代表过期 学习力代表未来 简单的动作重复做 我希望我可以更进步 带上更多伙伴朋友 过上更好的生活 能够是我两个宝贝女儿的骄傲 最后我要借你们的掌声 来感谢我的推荐人 所有的伙伴和领导人 一路给我肥伴和鼓励 感谢爱多美公司 给我分享的机会 以及我们的董事长 巴汉Q给我们 平凡的人能够在爱多美平台 变成不平凡的人 行动和见识 没有太晚的开始 只有太早的放弃 只要相信公司制度和产品 相信领导人 相信自己的选择 努力永不放弃 让我们在爱多美 每次先梦想 我是Tina Farm 性经级销售大使 感谢你们聆听我的分享 我们一起加油 三年不放弃 五年省大器 阿扎阿扎阿扎 1 2 3 8 1